虽然最近鲑鱼之乱似乎取代了力挺台湾凤梨的议题 不过这些乡妇女会有建于复兴春是花莲土凤梨的大产区 为了力挺地方的农特产业 特别把模范婆媳表扬大会以示到复兴春来举办 同时带领着敬亲为姐姐妹妹们DIY制作腌制土凤梨 力挺在地的凤梨农 分配体验复兴春森林小火车有缘 接着简单进行模范婆媳表扬大会后 如是向妇女会今天的重头戏 烟漬土凤梨DIY 在复兴春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清茂的解说下正式展开 从来说我来看这部品 没有听到只要你用土凤梨做出来 就是香就是甘醇就是好吃 应该可以吧 很咸 来口大鸡 味道很好 不要装的太满 装太满的话它发酵会冒出来 对对对 好玩 好玩好玩 日前大陆预警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进口 全台群起响应力挺台湾凤梨活动 为花莲凤梨大产区的瑞瑟香复兴春 予以多数种植观赏用的凤梨花 以及加工用的土凤梨 所以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 然而在地协会社团仍处立乡挺 到场的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平停致谢高度肯定 让我们农会能够这个一直业绩一直成长 那不管是在这个超市也好在信用部也好 我们都成长的有一定的幅度 妇女会理事长林玉梅表示 这一次特别将模范婆媳表扬大会 一时到复兴春来举办 让姐妹们认识在地观光休闲农业 同时也力挺在地的凤梨农产 利用这个县政府给我们这笔经费 也帮助我们的凤梨的这个果农 来把这些凤梨给它促销出去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DIY的活动 希望把这个凤梨的好处怎么去做 然后把这讯息传达到我们 到每一个乡镇去或是到外线市 除了瑞穗也力邀临近的姐妹会 光复乡妇女会一起来共享盛举 透过了实地的参访与体验活动 力挺支持台湾农民 也更加深入了解认识自己家乡的农产业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